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大家早 這次難得一見的一個景象就是 天氣有點冷 那 我也不想做事 女主也不太想做事 吃完早餐以後呢 呃,就出來 撒把小米 餵餵小雞們 那這些雞仔們呢 反正 就是這樣 享受著這個 另類的一種生活吧 那這裡面 當然牽涉到很多的問題 就是 呃,你要有這種賢情養飾 那就是 心境上先要做一個調適 當你的心境做了某些的調適以後 你就可以享受這種生活 那這種生活呢 當然 呃,看起來是很缺一 但實際上來講 一年365天裡面呢 呃,其實可能 有一大半的日子 並不是這樣過日子 呃,還是要很心情的工作 那當然 今天這一個片子 呃,因為只是讓大家了解到 呃,真的 3G生活裡面 呃,他有一半的日子呢 是會比較高興的 呃,比較安逸的 呃,你看 尼主又叫信了這個雞王 呵,這個雞王很壞 他會驅離所有的公雞 呃,所以這是很討厭的 然後 這個母雞呢 因為是在孵蛋 所以他會季節公雞的求愛 所以這個黑色的小母雞 會有一個狀況 就是 公雞會不喜歡他 因為 他不能成為他的後宮 呃,灰子 所以 就會 被驅離 啊,那這個是 本身來講就是 呃,這個 激情裡面的一種遊戲 呃,我的 這個奇怪的 小母雞呢 又終於出現了 啊,以上呢 是 這個 雞仔們 老雞仔們的 呃,早晨的生活 那今天就先介紹到這裡 哈哈 哈哈 他以為是他雞王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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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王認為 尼主打了他 他以為是別人打了他 他很火大 轉身起來 把所有的雞的 都趕走了 啊,算了 今天就到這裡了 我們下次有機會 再拍這個 偉雞的生活吧 好啦 到此告一個段落囉 掰掰 掰掰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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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ро